秀林鄉公所即將在1月15號 還有16號上午9點到下午4點 在鄉敬內各春落活動中心 來發放正行消費禮金3000元 而為了做好準備工作 14號銀行人員在警方的介護下 前往秀林鄉公所二樓的會議室 進行點鈔還有分裝作業 公所同人也分15組來進行點鈔 把3000元裝在一個紅包袋裡 務必做好事前的準備工作 1516號兩天才能夠順利發放 嚴重性特殊性肺炎COVID-19 肆虐全球造成世界經濟生活嚴重影響 疫情肆虐至今 經由本鄉各村訪市議員查訪 村長臨席彙報 以及鄉長徐氏各村村落民情之後 深刻體驗到鄉民無論在生活 工作以及家計 接受到嚴重的影響 為了紓緩鄉民生活所需 經濟壓力並影響中央紓困的政策 修運箱公所以修運箱代表會訂定 換線修運箱因應嚴重特殊性傳染 性肺炎影響 發放正新禮金處理要點 依據本要點規定領取正新消費禮金 發放每個人新台幣3000元 並且在1141年1月15號在北區五個村 16號南區四個村在本鄉的村落多工人集會所 火龍中心和水龍中心公計15處正式發放 你們看到這個上面有排影的風調 上下都有 有沒有 你們在猜的時候不要丟 放在旁邊 因為當你在點的時候如果這是有少的話 你們可以我們就按照這個風調 去跟他們反映 不要丟的話記得的話 還有那個白色那個有沒有 每10萬塊就有一個白色的那個風調 那個要留著 先不要丟的話 如果真的是有少了 我們還要去找台語去反映這個不理人喔 上下 上下 要留 白色的也要留 好 記得哈 修運箱上我們可以表示 這次測速傳染性肺炎疫情 影響全台灣各項經濟產業的發展 同時也連帶影響到本鄉各項部落產業推廣的政策 為了紓緩鄉民們的經濟壓力 修運箱與修運箱委會決議 發放振興消費禮金 本所期盼這次禮金發放的政策 能夠同時活絡本鄉的消費率 以及複數的部落經濟產值 為了避免鄉民周策勞頓 修運箱公所並且在1月15號 1月16號當天9點到下午4點 前往修運箱境內發放振興消費禮金 發放現場並設有帳篷 以及提供酒後的民眾暫時休息 若當日無法領取的鄉民 可以在每週一到禮拜五上午9點到下午4點 前往修運箱公所領取 記得將會休息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